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共同去研究如何在商业世界里面获得更大的成功 所以在五分钟商学院的整个第一季的课程当中 我们讨论了非常多如何获得商业成功的一些话题 商业是什么 商业 我们把全年的内容分成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叫商业篇 第二部分叫管理篇 第三部分个人篇 第四部分是工具篇 什么叫商业篇 商业篇就是处理我们与外部的关系 我们如何与别人交易 我们怎么去获得资源 那什么叫管理篇 管理篇是研究的是我们与内部的关系 我们如何跟员工交流 我们如何去激励大家 如何安排员工的升职 如何给他更好的一些任务等等 第三部分我们谈的是个人篇 个人篇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如何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如何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 如何提高自己的情商 如何自己管理时间等等等等 这一切从商业篇到管理篇到个人篇是与外部到内部到自己的关系 那第四季度内容呢 我们谈的是工具篇 我们试图很多的工具 比如说软件工具 硬件工具 一些模型 一些表格等等 这一切的方法来提升前三者的效率 所以五中商学院第一季267的课程 这是非常系统和完整的一个商业的逻辑 我们希望把这个267的课程 做成商业界的新华字典 让每一个金融商业世界的人 都能够因此能够提升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通过碎片化的时间 但是能学到系统的知识 商业知识的不均等 正在带来财富机会的不平等 那我祝愿每一位对商业感兴趣的人士 都能通过五分钟商学院获得自己的机会